邁阿密市區刮起強風 公寓屋頂硬生生被狂風吹走 碎片散落各地 仿佛被轟炸過一樣 附近住戶目睹 驚險畫面全都嚇壞 怪獸颶風愛馬 週日一天兩度登陸 美國佛州 大雨加上海水倒灌 觀光大城邁阿密 仿佛泡在水裡 棕櫚樹被藍腰吹斷 紅綠燈也全毀 CNN記者站在戶外連線 就連站都站不穩 艾瑪聚風風速最高 每小時達192公里 沿著佛州半島登陸 雖然勢力減弱到二級颶風 但是風暴環流覆蓋整個佛州 至少造成400萬用戶停電 從空中俯瞰艾瑪聚風 結構扎實覆蓋範圍驚人 宛如巨大厚實甜甜圈 不難想像它的驚人破壞力 不好的事是 這是一個大型的獵物 但我覺得我們非常好控制 美國颶風中心警告 佛州西南沿海要提防 4.5公尺爆炒 兩層樓以下建築都不安全 佛州居民則呼籲川普 開放他的海湖莊園別墅 提供居民緊急避難 記者綜合報導 請問我們有關的 我們在飛行 到 最早 剛好 請問我們